大家好,很感謝各位醫生的分享,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會用少許時間跟大家說說在飲食上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Prada Vili的小朋友 首先我們會看看一些原因,為何他們的體重會升 是否很簡單,吃多了,卡路里攝取多了 就令他們的體重升得那麼厲害呢? 第二,我們在飲食和行為角度上 也想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助控制體重 或者可以減慢他們體重的升幅 最後,當我們經常說我們不要讓他們吃那麼多 減低卡路里的時候,會不會有些營養素我們缺乏了 尤其是微量營養素,例如鈣質和鐵質 其實在身體上都有很重要的角色,我們也會看看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因素會影響了一個Prada Vili的小朋友 會影響了他們飲食和行為上的一些習慣 我們今天主要是說了Hyperphagia,過輪進食這個元素 當小朋友不斷有肌餓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一個自然反應就是想找東西吃 吃得或者不吃得的都想放進口醫圖 我們究竟有什麼不同的方法可以處理身體的需求? 首先我們會看看為什麼體重會升 很多時候我們說體重上升 都是源於一個攝取和支出消耗的不平衡 換句話說,吃多了消耗不夠的時候 就會令身體的體重上升 在他們的生活習慣裡 因為經常都會覺得肚餓 吃東西的次數多了 吃東西的份量相計也多了的時候 然後卡路里的攝取多了 就會令它們變重了 至於消耗的時候 我們說的是支出 能量支出 我們有兩大類可以說的 第一,通常會說的基礎 新陳代謝 剛才有醫生也有提到的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平時坐下 在靜止狀態的時候 包括我們坐下 睡覺的時候 其實身體會有一些能量的消耗 去維持我們基本的身體運作 包括我們呼吸 包括我們消化系統的運作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基礎新陳代謝 在Brader Willys小朋友裡面 其實這個新陳代謝都比較慢 第一,我們都會看看為什麼 第二個範圍就是一個運動的消耗 就是我們平時走路 或者可能跑步 甚至乎有時候做家務的時候 我們叫做肌肉動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們身體 會有一些能量的支出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其實就是相等我們平時的總消耗量 如果一個人的能量攝取 是正正相等於他們消耗的時候 他們的體重相對上是維持了 體重的分別就不會太大 我們叫做維持體重 不過當一個人如果吃得多了的時候 消耗少了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 imbalance 平衡就歪了 我們叫做體重就自然上升了 在Brader Willys小朋友裡面 他們身體剛才也有醫生說過 他們身體脂肪比例是比較高的 而脂肪是一種比較低消耗的東西 就是身體代謝相對上比較慢的東西 所以身體脂肪比例越高的時候 他們身體代謝相對上比較慢 另一件事就是因為肌肉比例 肌肉的質量比較少 可能大家都知道 肌肉其實很重要的是 幫助我們控制平衡 當我們平衡力不夠的時候 有機會都會影響到我們運動的能力 可能減低了他們走路 或者做某些運動的能力的時候 令到他們做運動的意欲都會相對減少 所以就減低了消耗 當他們吃很多東西的時候 即卡路里 攝取很多的時候 而消耗又不夠的時候 令到有一個情形 就是他們體重就會上升了 有時候我們幫助小孩做評估 我們都會計算一個能力的項目 就是他們每天需要的卡路里需要 去維持他們的體重 在Priado Willy的小孩 比起同齡的小孩 其實他們相對上需要的能力比較少 大約是一個同齡的小孩的一半至七成的卡路里需要 其實就已經足以維持他們的體重 萬一他們吃得多了的時候 體重就會上升了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例如一個六歲的小孩 需要1600卡路里 每天去維持他的體重的時候 一個同齡的Priado Willy的小孩 只要需要88卡路里 其實就已經可以維持他的體重 萬一他多吃過88卡路里的時候 其實體重就會上升了 88卡路里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所以他們相對上很容易升 就是因為身體肌肉和脂肪的比例 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去計算他們整體的需要 其實都會用到身高 每一厘米身高 我們就拿一個範圍 大約6至11 如果小孩本身是比較過重的 可能食物的份量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一個低一點的數目 每一天的身高 每一天的身高 如果體重相對上維持到 相對上算正常的話 可能會大約10至11 我們都要一個監察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次計算 不同的小孩的營養需要 或者能量需要 都是基於他們每一個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比例 放在小孩裡 很重要的 我們就要視乎他們的體重 我們盡量建議 每個月最少就綁一次 如果萬一發現體重 升幅突然之間很快 或者有些不尋常的情況 我們就希望盡快介入 可能要在運動上消耗得更多 或者吃東西方面 我們真的要再控制卡路里 希望可以達至一個平衡 好,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這個金字塔應該大家都見過 在不同的診所、學校 我在這裡很簡單地說明一下 金字塔是形容我們 每一天需要吃的食物的份量 以及種類 最低的那層就是粥粉麵飯 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澱粉質 要吃得最多的每一天 因為我們身體其實是需要澱粉質 去給我們能量 第二層就是蔬菜、水果 主要是給我們維他命壓抗物質 再上就是肉類、奶類 最頂就是油鹽糖類 這裡就是蔬菜類 正常的金字塔 我們吃第二組別是最多的 在Friday Village 小朋友呢 我們把組別調轉了一點 他們吃得最多的話 就是蔬菜類 原因是因為蔬菜這個組別 在這麼多的組別裡 卡路里是最少最少的組別 我們希望他們吃得多一點 我們相對上叫做零卡路里 很誇張地說 希望可以令到他們飽一點 因為相對上纖維也比較高 我們在Friday Village 小朋友呢 就會把蔬菜類放到最低 每天希望吃的比例是最多的 水果 你看到我們也是第二層 我們沒有移動它 因為它有果糖 果糖也是一種糖分 所以相對上 卡路里 沒有蔬菜類那麼少 所以我們就保持在第二層 另外油鹽糖也是最頂 跟其他普通人一樣 油鹽糖我們盡量是最少 亦是幫助減低患三高的風險 剛才醫生也有提到 其實他們的病發症可能比較高 一些 如果將一隻碟 我們可能分開四份 這樣算 或者我們每一餐吃的東西 這是說每一餐 我們就盡量將一半的 都是蔬菜類 另外四份一就是肉類 另外四份一就是澱粉質類 原因是澱粉質和肉類 本身都有卡路里 即是本身都會給我們卡路里 菜類相對上是最少 剛剛也說了 千萬也會高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想像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胃 我們塞了一半 在一個低卡路里的蔬菜類 就希望相對上 吃其他組別高卡路里的食物 會減低了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填滿了胃 希望 這個黃色的圈圈 四份一就是澱粉質類 然後另外藍色的圈圈 就是蛋白質類 我們說可能豬牛羊鴉雞 全部肉類都可以計算 剛剛提到蔬菜類是最少卡路里 不過其實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怎樣煮 一碗菜 我們說菜心也好 西蘭花也好 其實本身一碗 我們平時用300毫升的份量 可能一碗只有40卡路里 不過如果你用錯方式去煮 例如你用了很多油去炒 其實你就會把那碗菜 由40卡路里 有機會變成150卡路里 其實都會倍增 因為脂肪 就是我們平時煮食的油 是最高卡路里的一種 當你要控制體重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減脂肪 脂肪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煮食的時候 都留意一下 我們煮食方式很重要 儘量少油去煮 我們每一餐正常有三個組別 飯、肉、菜 我們平時都是這樣吃的 所以菜我們要少油 當然有時候就會說 煮菜 可能有時候看一些文章 就說儘量吃少油 我們最主要是綠菜就可以了 不過其實沒什麼味道 沒什麼人喜歡吃的 所以我們都建議大家 用一些天然的食物去煮 例如薑、蔥、蒜頭 其實很少的油去炒 其實都可以加一些味道 不用煮煮 用水煮得那麼滿 剛才說了飯肉菜 三個月辣菜 我們主要是少油去煮 肉類 澱粉質方面我們可以怎樣選擇 盡量選擇高纖維 例如如果可以 不要只吃白飯 我們可能吃一些燕麥飯 可能吃五玉米 相對上纖維高一點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也會飽肚感增加多些 吃慢一點 也可以幫助他們 身體飽肚的信號 上腦 希望可以讓他們 控制下他們的食慾 盡量找高纖維的澱粉質類 以及不要炒 如果我們用比較 一碗白飯的卡路里 和一碗炒飯的卡路里 都可以相差一倍 如果可以讓小朋友 健康一點選擇 白飯、醃蜜飯 就比平常炒飯、炒麵 例如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吃麵類 例如 米粉摸上手都是乾身的 米粉、通粉、意大利粉 這些摸上手乾身 都是沒什麼脂肪的東西 相對上卡路里會比較少 不過如果你的麵 變成公仔麵 因為炸過 衣麵 甚至乎可能河粉 這些相對上手都很油膩的東西 其實麵底已經卡路里比較高 所以大家選擇這個澱粉質 都要有些少許技巧 最後到肉類 肉一定有卡路里 因為本身也有脂肪 所以我們盡量選擇低脂肪 相對上脂肪比例 低一點的肉類 包括白肉、魚肉、雞肉等 例如牛肉、羊肉等 如果大家煮過食物 可能都知道 煮完之後 油都很厲害 留在鍋裡 或者在碟裡 所以大家盡量減少吃紅肉的選擇 另外就是 很表面的脂肪 一塊白色一塊 可能煲湯也好 煮的也好 你就盡量切掉它才做 另外例如 小朋友很喜歡吃雞翼 所以雞翼的脂肪 雞皮其實都是非常油膩 就算你不放油去煮的雞翼 其實它自己都會出很多油膩 所以記住 疲累的東西 我們盡量不要給那麼多 當然我們也不是那麼壞 雞翼一定要切掉它 我們要有份量限制 次數和份量都很重要 例如限制著 我們一個星期吃一兩次雞翼 甚至乎更加少 就是跟小朋友聊一下 我們都給他吃 我們希望他有一個期望 就是我們給你吃 不過我們要限制份量 限制次數 每一次可能兩隻 不過還有其他食物 安慰一下他 就不要嚇壞他 雞翼的 所以我們不能給你吃 另外煮食方式 也是 盡量小油快炒 不要煎炸 例如咕嚕肉 要炸去 然後才有醬汁 所以我們盡量不鼓勵 這些煎炸食 這是煮食的方式 希望大家也留意一下 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我們說吃東西的比例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肚餓 他們 剛才在林婆婆也學了一個很好的詞 就是 鼓滑 這個詞 我覺得這一版 已經不錯 可以在這個詞 就是 我們有時候吃東西的容量 或者是容量 都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幫助 你越給一隻大碟 它就越失得悶 我們有些方法可以做 就是你給小一點的碟 相當上它裝滿小碟的時候 可能卡羅里也可以減少一些 例如這幅圖畫 你看到這面那個就是大碟 可以放到五隻雞翼 如果你換成小碟 其實視覺上 視覺上 其實它也一樣是悶 不過因為容量小了的時候 它可以放的卡羅里 我們叫做 也都少了 幸好有很多小朋友 不然它會知道你的碟 它會跟你說 我看到媽媽就知道你換了我的碟 所以可以媽媽 或者家賞方面 都可以用這些小小的技巧 希望幫助大家 這個也是 我們包有很多不同的麵包 很多不同的尺寸 我們盡量可以買小一點 塗東西上去的時候 不健康的 我們叫做可以塗薄一點 甚至乎可以加些水果上去 就可以切多一點上去 當然是視覺效果 你用大一點的碟 它們相對上就越大一點的份量 小一點就可以盡量 可以減少他們可以吃的東西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碟 如果出去吃也好 在家裡 我見過家長在家裡 吃麵是用這些大碟 所以我們也不僅是Priado Willi 笑是不是 家裡也有 也不僅是Priado Willi 就算是大人方面 我們也不鼓勵 用這麼大的碟去裝飲食 因為你真的 原來你會越裝得多 你才會覺得 我才吃完一餐 那就盡量選小一點的碟 在小朋友方面也是 有很多不同的碟 尺寸可以用 如果發現我家裡 是用最大的尺寸 而小朋友有時候 都會添飯的時候 可能你會去買一個小一點的 感覺上 裝兩次飯 都比吃一次坐在這裏 這個電飯煲 放遠一點 又可以 哄它走多一點去裝飯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 這些不同的古惑 這個詞很好用 所以有些不同的招式 看看能不能幫助小朋友 控制一下他們吃東西的份量 我們發現很多Priado Willi 小朋友看圖 可能會比看字更好 即是Visual Aids 很重要 我們都會架架使用 這個紅綠燈系統 把他們平時很喜歡吃的東西 可能拍了照片 剪出來 放在紅黃綠燈 紅綠燈是我們要限制的 譬如說 我們每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才可以吃一次的 記住 我們吃東西都是一個享受 因為我們想小朋友開心 我們不是說 不健康的東西 完全不吃 即是雞翼 炒麵 其實他們都喜歡吃的 我們就要限制份量次數 次數就是 可能每一個星期 一、兩次 或者兩個星期 吃一、兩次 那份量就是每一次 可能一、兩、九 我們都要給他們一個享受 黃色那些 可能會多一點 可能有一張照片 這一堆可以肚餓的時候 可能今個星期 給你添一、兩次 至於綠色那些 相對上是最低卡路里的 例如蔬菜 可能有些水果 可以讓他們選擇 如果肚餓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吃 也是 我們盡量多點在蔬菜方面 因為水果是健康的 不過因為果糖 如果吃得太多的份量 有機會卡路里都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他們普遍 小朋友喜歡吃的蔬菜 包括粟米 可能青瓜條 可能紅蘿蔔條 這樣會比較好 好 到說小食 小朋友不可能沒有小食 尤其是越小的 如果你跟他們走超市 他們都會很喜歡選擇 這些很方式的樣子 吸引小朋友買的東西 這三盒其實都是一些例子 都是比較高糖 卡路里高一點 很常見的高麥早餐 如果可以 當然 就是選一些低糖 甚至乎沒有糖 我們叫做原味一點的東西 因為相對上 卡路里的糖分 沒那麼厲害 未必個個肯轉 有兩個建議可以大家試一下 這次我們吃完上面那盒 下一個禮拜 或者下一次我們要買的時候 就要買原味一點的 希望把糖分或者卡路里 可以拿回平衡 另外一樣東西 我有時候都會建議家長 兩樣都買回家 幫我放在盒子裡 一半一半的混合給他們 相對上他們攝取的糖分 攝取的卡路里 都可以減半 他們也可以享受他們喜歡吃的東西 也可以哄一下他們 相對上他們攝取的糖分 又不是最高 另外可以加一些水果 都是一個分量控制的原則 就是 如果那個碗 可能用大一點 就是早餐 焗物早餐那些碗 你加了一些 切了一些水果 其實相對上會壓了一點 希望他吃高糖分的焗物早餐 那份量就沒有那麼多了 另外用奶 那些儘量都是用脫脂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食品 看一看產品的卡路里 其實都很有幫助 不過就可能有些時間去熟習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常見的食物 希望大家都沒有說有很多這些在家 不過出到去或者可能有些生日會 都常見的 如果可以 他們喜歡吃這些 薯片類 零食的食物 我們都是選一些低卡路里 少許的 通常米餅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尤其是寶寶仔的範圍 卡路里 糖分 油分 也相對上低一點 另外 薯片泡菊 也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就可能用Baked Product 即他們用小油 即沒有油去煮的東西 小食會比較好 卡路里相對上是少的 剛才也提到正餐的時候 我們盡量控制他們的份量 其實小食也可以 我們建議家長不要買太大包的小食 因為一開了的時候 他們未必可以控制到 吃三分之一 就幫你關掉 放在櫃裡 未必可以 所以我們就要幫忙控制 我們盡量不要買一大包的食物 盡量買小包少許 起碼你開完一包 吃完之後 其實他真的 如果可以的話 他才可以去拿第二包 甚至乎你一次過給兩包 又是 感覺上好像比一包好 當然他們少分大小 不過可能開了 或者 感覺上 希望幫助到少許 不會一大包吃完 另外有一些方法 例如百力枝 也常見的 一個正常的 那些 那些 有兩包 也比較大 現在出了的 那些 不好意思 混合了一幅圖 現在那些百力枝 有一些是一大包 不過裡面有十小包 那些 相對上的 克力數就會少些 例如一盒上面那些 一包有35克的百力枝 在裡面 如果你買十小包 那些 其實一包只有11克 所以相對上 你吃三包小的 都不夠 你吃一包大的多 所以都是這些 有些小技巧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買零食的時候 那也是 心理上 你給他兩包 好像比他吃兩次 好像比他吃一包 那樣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叫做 portion size control 的方法 好 至於飲料 很多時候我們說 飲料都是一個很大的陷阱 因為有很多糖 在裡面 猜不猜到一包這樣的檸檬茶 裡面有多少粒方糖 在裡面 五粒 有沒有人 五粒 差不多六粒 當然不同 牌子也不同 一包正常250ml 六粒 有多於五粒 七粒 八粒 十粒 其實一包這麼小 也有七粒在裡面 所以也很厲害 所以你想像一下 你家裡拿250ml毫升的水 丟七粒方糖 拌勻 其實你喝一包檸檬茶 就是在喝一杯糖分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不要分略了 野飲裡面的卡路里 所以大家都留意 野飲我們也要盡量去看 當然他們的廠廠很好的 有低糖版 汽水也好 不同的廠也有低糖版 知不知道低糖的檸檬茶裡面有多少粒方糖 剛才說的原味有八粒 七至八粒 低糖是多少 差不多 也有三至四粒 所以低糖這個名字很好聽 不過其實它也不是很低糖 所以其實都是一些食物類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 我也很鼓勵大家去檢查一些糖分的東西 所以就算你喝一包低糖的 其實幫助也不太大 我們平時說的乳酸菌 一支一力多裡面 猜不猜到多少粒糖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喝 裡面也有三粒 在裡面 我們在說一百米 有時候一次不是喝一支 在頸殼的時候 尤其是他們未必停止 所以喝了兩三支的時候 其實那一餐或小食裡面 攝取的糖分都已經很厲害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飲品 有時候我們就會教家長 如果他真的很喜歡喝檸檬茶的時候 我又要說這個名字 鼓滑 我們加一點水 大家可以試一試 其實你買一瓶檸檬茶回家 你在廚房做一點東西 加可能三分一水 三分二的檸檬茶 其實你喝不出分別 因為他再可以加檸檬茶 其實你可以回家自己做一個實驗 因為他本身真的很甜 所以看不出分別 所以你可以做一下這些技術 當然如果可以自己做檸檬茶 檸檬水就更加好 例如這些水果系列的東西 現在外面很多新的水瓶 其實下面有一個格子可以放水果 你可以按下去 其實那個就不是普通水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不太喜歡喝水 我知道有些水果水 有些味道在這裡 相對上可能他們想喝的意欲會好一點 OK 那也是 如果你家裡的雪櫃 是裝滿我們叫高糖的東西 盡量就減低它 那我們就盡量放多一點水果水 讓他們一開雪櫃 頸殼的時候 就不是一去就喝汽水 或者喝檸檬茶 就是維他禮物精的那些 好了 也是放在紅綠燈的系統裡面 如果我們小食放進去 都是他們喜歡吃的小食 都是拍照片 剪出來給他們貼 我們限制份量 限制次數 限制次數就是一個月 或者可能一個星期吃一次 那份量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買小一點的 希望他們攝取的卡羅里不太高 小食的時候 除了蔬菜 或者粟米 車來站這些 其實都可以 下面 水果類 或者蔬菜類 都可以給他們吃多一點 那好了 有些方法 我們叫做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就是 希望幫到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家裡的雪櫃 一開雪櫃 是這樣的樣子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 改善它 因為 你越看到食物 尤其是prided village 小朋友 他們的控制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看到這麼多食物 其實是一個引誘 好像你在引誘去吃的 那樣子 所以你越放得多 他就越想吃了 希望大家 就轉一轉 在雪櫃 或者小食櫃裡面 不要放那麼多不健康的食物 或者不要放那麼多食物 在這裡 取而代之是什麼 我們就盡量想健康一點 放水果 或者放粟米 當然我都明白 不是每個小朋友 很喜歡吃綠色類的食物 或者蔬菜類的食物 他們都會選擇 不過我們盡量拿回平衡 可能一個星期 可能有三四天 或者四五天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的小食都是要這些 另外就是 盡量放在一些小的容器裡面 例如杯仔 或者可能做啫喱杯 每一次都是 可以讓你吃兩杯 希望感覺上開心一點 好過多吃一杯 如果自己做啫喱粉 那些也是 盡量混合 那些啫喱粉 可以不用加曬 盡量放多一點水 淡一點 希望攝取的卡路里也會少一點 如果做雪條 可能夏天 其實也可以自己做 買些透明的果汁 通常都是白提子汁 我們叫做 加了水 然後就切水果粒 也可以做到一些 我們叫做健康一點 和低卡路里的小食 給他們 那些果汁 盡量混合 啫喱那些也是 另外有一些 都是一些提示 希望從小訓練 只要在桌上吃東西 如果小朋友的話 有時可能坐沙發 就會拿零食吃 這些行為我們盡量不鼓勵 希望這些法律 從小到大可以設定 可能寫出來 或畫出來 貼在不同的角落 只坐在桌前才可以吃東西 可以防止他們 有空想想想 想看電視 或坐在沙發的時候 想吃東西 這是一個環境上 希望幫到手的限制 我們很多時候都建議 我們有一個時間桌 即是一個設定的時間 幾時可以吃 早晚三餐 幾時吃小食 我們這個限制 都可以實行 對於小朋友來說 因為在他們的角度 我們順量想 減低他們的不安情緒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會有食物 不過是一個特定的時間 以及一個特定的地點 才可以讓他們吃東西 如果不是他們吃東西的時間 但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很餓 就要真的躲進廚房吃 或者躲進房間吃 就不要做一個忍誘 明明他不能吃的時候 在他面前吃 其實你要好像忍了他吃東西 亦都引起了他吃肉 所以希望大家 就盡量改善這件事 在桌子的時候 我們盡量給他喝 可能湯也好 如果湯的話 就盡量隔油壺 給湯 希望可以減低 他真的很餓 會吃得很快的行為 因為吃得很快的行為 相對上都會影響了他們的飽肚感 儘量一些食物 儘量切細快一點 讓他們夾東西的時候 或者用叉、用匙巾的時候 都要多一點時間 其實目標就是 想減慢他們吃東西的速度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很心急 很餓的時候 就吃得很快 都會影響了他們的飽肚感 如果吃完那一餐之後 就盡量盡快拿走碗葉 不要給我希望 是否還有食物 因為這種希望 可能很盡 因為這種希望 有時候他們會很期待 而當你沒有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失望 也會增加了他們的不安 或者是很焦慮的情緒 所以吃完就好收桌 如果其他人都可以 真的離開桌子 坐到沙發那邊 因為沙發已經不能吃東西了 他要知道環境限制 只是桌子可以吃東西 另外就是千萬不要用食物 來做獎勵或者懲罰 例如他做得好的行為 我們去獎勵的時候 就盡量可能 我們有時候都會叫過 好像賺星星貼紙 reward chart 就是可能賺到五個 我們去一個地方玩 或者給他們一些手工 千萬不要說 你乖我就讓你吃東西 這句話就盡量不要用 另外懲罰也是 當他們做了一些不好的行為 或是懲罰 千萬不要跟他們說 下一餐不讓你吃 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reward and punishment 我們都不應該用食物 去做一個關係 有些人也有分享過 就是鎖廚房 或者鎖食物櫃 這個在大的小孩 我們聽到也很有用 因為他們會知道 他們看到就會想吃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叫 其實家人如果鎖住了 我看不到是更好的 不過在小孩裡 用這個方法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剛才也有人分享過 就是他們可能真的會拆垃圾桶 當你鎖了櫃 鎖了廚房 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 可能晚上會暑出來 看看垃圾桶裡有沒有食物 所以這個也可能要看年紀 以及看小孩的本質 是否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的餐廳 一定要很規限性 不過就是一個預計的方案 就是我們要每天清楚 讓他們知道 我有早午晚三餐 不過小食其實也不能分略 因為如果只有早午晚三餐 不要說他們 我們大人有時都會肚餓 可能有時都會想找些東西吃 我們其實最好就是跟他們說清楚 我們早午晚三餐之餘 其實中間都有小食 不過我們的小食 就會是一些健康的東西 低卡路利的選擇 如果萬一今天可能特別 去覆診也好 和平時的習慣不同 我們一定要早跟他們說一聲 因為任何一些突發的轉變 對他們來說 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用很多能量去適應這件事 我們避免了這個不安 這個焦慮的情緒的時候 我們要很清楚告訴他們 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行程 或者如果有時間跟他們說 今天會吃些什麼 吃完下午之後會有些什麼 這是我們所說的 類似食物安全的事情 就是讓他們不要有不安 或者焦慮的情緒 是基於沒有東西吃的 很害怕的感覺 其實Piet Sparer Partnership 也有說過一個 食物安全的方法 就是一個 是一個No Dog No Hope No Disappointment的方法 我們叫做No Dog 就是不要有懷疑 不要讓他們懷疑一會兒會不會有東西吃 因為當他們有一個懷疑 或者擔心 一會兒可能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不開心 會有一個情緒的反應 No Hope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食物去獎勵 亦不可以驚訝他們 今天有Pizza給你們吃 這個驚訝我們是不想的 因為當一個人有這些希望 萬一沒有的時候 其實會令他們失望 失望 其實也會影響到他們的情緒 所以我們最想的 其實就是穩定了他們的情緒 讓他們知道 每一天我們的程序是什麼 我們每一天準備會有什麼食物 你放心 今天我們是有東西吃的 不過我們會說一下 我們有什麼種類的食物 甚至乎時間上 如果可以讓他們穩定一點 其實也會對他們有幫助 另外我很快就說一下 就是活動卡 有時候未必看文字很好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 就用一些圖像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看看 我們今天將會做什麼 剛才林木博也有說到 每天三餐 盡量中間都給小食的機會 不過我們也要限制小食的卡路里 那些款式也可以跟兒子聊一下 時間 我們今天會做什麼 另外這些 野食的圖片也很重要 因為可能有時候 他們表達的能力 未必很好的時候 就要用野食的圖片去表達 他們就可以問一下 或者可以跟他們說 如果真的想選擇一個很指導的方法 就是跟他們說 我們今天將會吃什麼 有時候選擇的 或者想的可以讓小朋友選擇 不過可能有時候選擇的 都未必可以配合到我們的餐單 另外就是一些活動的卡 我們希望可以用這些 視像的方法 去減低大家 可能溝通上面的誤會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或者對家長來說 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最後就是 剛才說到 有些微量營養素 我們都擔心會忽略 我們經常說 不要吃那麼多 不要吃那麼多 鐵質 其實在每一個小朋友的身體 都很重要 除了我們說的 森綠色蔬菜 可以多吃一點 紅肉相對上 都是一些高鐵質的東西 不過外於他們 因為脂肪比例 比較高一點 可能一個星期 一、兩次 份量也要限制 有一個方法 可以增加我們鐵質吸收 就是因為維他命C 在我們的腸裡面 如果同時間有鐵質出現的話 吸收會更好 所以我們都會鼓勵大家 可能在野食上 擠一些檸檬汁上去 甚至乎那餐裡面 可能一杯檸檬水 都可以幫助鐵質的吸收 另外就是鈣質 主要都是 來源主要都是奶 乳酪、芝士 因為他們都是動物的產品 所以脂肪相對上高 所以儘量選擇脫脂奶 甚至乎低糖、高鈣豆漿 其實都可以給到鈣質 另外維他命D 除了蛋黃 或者深海魚 其實適當的陽光都很重要 因為維他命D 都是透過皮膚裡面 可以吸收得更好 所以我們就儘量 鼓勵帶小朋友出去曬太陽 通常在香港的夏天中午時間 真的很熱 趁現在的天氣好一點 就可以多出一點去曬太陽 幫助維他命D吸收 有時候我們都會建議 看小朋友不同的飲食習慣 我們都會建議一些 維他命和礦物質的補充品 包括維他命片 都會有機會 剛才也說了 除了飲食方面 其實運動的消耗也很重要 我們就盡量 每一天的時間桌 都要有一個運動的組合 盡量鼓勵他們做多一點 動動多一點 因為我們希望 攝取和消耗不是差太遠 你說相等的話 可能就會難一點 不過在他們控制體重 或者減慢體重的升幅的時候 希望將兩者拉近一點 就是希望增加他們的消耗 盡量做一些 玩多一點的東西 例如玩遊戲、跳舞 如果小一點的 可能在家裡踢網球 玩一下兵門球 錄一下 其實都是一些很好的消耗 游泳、踩單車 可能都是一些 比較吸引他們多一點的活動 總括來說 食物是可以吃的 不過我們要選擇得厲害 我們要選擇低卡路里的飲食 我們盡量減脂肪 選擇適合食之外 我們要控制次數 控制份量 我們可以轉一些適用的碟 和碗 可以控制食物的份量 另外 很麻煩大家家長 要記住 煮食的方式也很重要 盡量低油鹽糖 記住脂肪類 油分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我們要減少的 然後 確保他們 很安心 知道自己有食物 等待會吃什麼的心態 減少他們不安的情緒 不要忘記 要做運動 我們永遠都是說 攝取和消耗 盡量相等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的小朋友也是 有不同人群 所以 希望像一個團隊 大家都是用同一個方式 去管理小朋友 就會好些 如果有些不同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有些衝突 或者小朋友根本就無所適從的話 其實都會對他們 有些不安 或者可能不開心的情緒 多謝大家